作為UM最迷信的記者 我一定一定會一會龍虎山靜一派的大師兄 Hello 大家好 我是風瑞 與其講我們這門學問是西方人講的迷信不義話 這門學問是我們華人的科學 好多學問 龍虎山靜一派是源於道家的學說 正一派是整個道教的創詞 整個正一有很多的道門 我這個道門就叫做天師道 因為我們將天師奉為我們的祖師 他那裡有很多的法、符 而且還有很多的科儀 一直在流傳下來的 幫助我們解決我們生活上的很多問題 也包括我們生活上的很多的煩惱 需要一些心法的傳遞 我們的祖師就把它記錄在各種經書上 讓後人去學習 令到大家在這個紅塵軸勢裡 有所感悟 令到人生沒有那麼多的煩惱 清淨無遺 第二個就是Siri自在 是的 清淨無遺我們可能在道德經那裡見得比較多 Siri自在在莊子那裡見得比較多 這兩個都是我們道家的核心的觀點 我的心夠靜的話 就不會因為你罵我一句 我就會給你反饋 因為你在我心裡其實是不重要的 我自己內心的平靜的快樂才是最重要的 不要有我太多的網念太多的欲求 很多東西本來他應該來了 那我為什麼一定要去網求他這麼多東西呢 我能夠保存著我自己的幸福和快樂 這個就是清淨無遺之心 所有的東西對於我而言都不重要 只要我本身對得住自己 開心我就笑了 傷心我就哭了 生氣我就罵了 但是什麼都不要過 如果這個心情在你心裡是有瘀道的 你開心又不可以笑 傷心又不可以哭 生氣了又不可以罵的話 這東西形成心裡的瘀道 這個人就很不逍遙很不切在 所以一個是心法一個是行為 好 譬如阿遠你想學 我這邊就是有兩個班 一個是一年班 一個是永久學習班 一年班來說就有365折課 那你在線上就可以不斷地去看 網上學完之後 那我就線下有道堂 也都有道貫 如果你們大家想去分享 或者有疑問想去實踐的話 可以來到我們的道堂裡 因為你不在線上有個最簡單的理解之後 來到這裡重新學 其實是慢一點的 因為我們希望給你這個場所 是真的實踐出來的 除了這個一年班以外 我們還有一個永久學習班 是一個長期的修行 可能你現在學識的 對於我來說 有一品到九品這樣的官職 你可能通過一年 你收到一個九品芝麻官的能力 但是你要通過 想升官的 是的 不斷地修持 不斷地精進 因為它這個不單單只是 最簡單的動作 口訣 它很重要是一個心法的傳遞 在於我們的實踐之中去提升 在不斷的這個驗證的過程裏面去提升 明白 用三個條件 告訴大家有沒有這個機緣 首先最簡單就是我們從八次去看 八次就會有幾個星 告訴大家是你適不適合去學的 第一個就叫做華蓋 華蓋的話就是代表了一些叫做神奇古怪的力量 和修行的力量 和我們的智慧 代表了我們的領悟能力 華蓋之餘就有一個叫做文昌 文昌就是大家都知道 代表了讀書 代表了我們的學習 有文昌都很適合的 還有兩個很重要的星 第一個叫做偏印 我們叫做僑神 就是一個人很喜歡天馬行空去想很多的事情 又或者他自己從小到大 但是對一些怪力亂神的東西 就很喜歡看的 最後一個就叫做太極貴人 你也有的 你也有的 我真的很適合 太極貴人就是說 太極就是好像我們道家常說的就是太極 就是說你去運用一些法術的時候 是會比其他人更加靈驗的 因為你有太極貴人 就是說有天地的力量去幫你去做一些事情 這四個就是很顯化的 裡面的東西你有沒有經常在現實裡面見得到 這個就是說天地之間 冥冥之中是會有給你訊息給你的 這個世界是一個全式的宇宙來的 你現在的發生是你這個宇宙裡面發生 但是可能在其他宇宙去跳出來的訊息 你都接收得到 所以就會有些未來的訊息在你的腦海裡面出現了 不單單只是預知 它是還可以改變的 就是說你在夢裡面是可以改變了夢裡面的存在 然後你實體上現世也改變了 就是有預知和有改變的能力 這個是很強的 第六感 其實很多人都會有的 只有自己不敢去相信 譬如說我們走出門的時候 你突然覺得今天天氣這麼陰 是不是有些不好的事情發生呢 你承認著的時候 它就發生了 其實這就是我們在生活中的第六感 如果你都能夠接收到這種訊息的話 其實都特別和我們這個原學、道學 以及易學是特別有緣分的 師傅你覺得我 OK啦 不用第二、第三點 第一點你已經足夠了 太極也有 環海也有 足夠了 所以我才拍這個節目 是啊 我覺得這些是明明注靈 為什麼是你呢 我覺得這個世界上 所有人的聯繫 它都是已經 明明之中有安排 所以我相信有人在看這個節目 都是明明之中有安排 就是你 就是你 你的愛啦